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各班的人数跟各班的各价别的总计 弄到ECEL我们去做倒课率了 好,所以呢,我们先来做各班的价别统计吧 因为价别统计在前面嘛,对不对 好,好,再一次咯,来复制 然后呢,你到一个新的栏位里面去把它改过来 我发现你们都不喜欢去改这个东西啊 这个都举手之劳而已,为什么不愿意去做呢 好,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接下来下一个 各班的人数,一样嘛 好,检视一下 好,复制 一样贴过来 第一个先不用A 第一列先不要改嘛 因为你第一列没有必要改啊 贴上 一样贴上 之后一起来把这个东西给删除掉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到十嘛 这也是一到十啊 然后各班人数 所以这个地方是多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多的 删除 好,接下来我就按照我的参考答案开始来做了哦 好,班级 试并公矿 试并公矿 有没有 接下来就是道克律跟名次 所以这边帮我写个道克律 好,接下来我们来算道克律怎么算呢 他这边告诉你啊 应该上课的结束是156 然后他这边告诉你应该怎么算 好,我开始来做了哦 等于什么 等于总结束 刮号嘛 他说有刮号 那我先给他刮号 156乘以什么 乘以人数 人数就是各班人数 所以我去点各班人数 减掉 试并公矿 然后呢 刮号 再除以什么 除以我用比较懒的 我直接框起来 Ctrl C 来,用除的 然后再给他一个刮号 OK 这样是不是做好了 然后他说呢 要两位数对不对 记得除纯格格式 数值 小数点两位 而且要百分比 97.70 好,按确定 那么我就可以往下拉了 是不是 好,名次呢 刚刚已经告诉你 要用rank函数来做了 什么叫rank函数 R R 打一个R 就有一个会有什么 RNK 什么ABG EQ 不要 就R A N K 下面这个 对不对 好 好 F F X 起来 Number 是指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想要排名的那个地方 我想要排名的那个东西是谁 比如说101班是我们班 我们班的那个率是这个 然后呢 Meverage 代表区域 相关的区域 然后呢 我们班在 全校 全校是从这边到这边 全校是从这边到这边 有没有看到 这边 这边要先改一下 再一次 好 我们班在这边 然后区域是在这个地方 全校 全校是这边到这边 OK 我们班 在全校里面 排名第几 排名第七 这样算 好不好 好 如果我没有给它固定的话 我们刚刚说没有固定的话 会变这样子 第七米嘛 对不对 往下 你看咯 766 24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原因是你看一下 我看看1好了 1它一直往下跑 它96.53它是不会跑的 可是你那个全校是一直往下跑 跑到下面去了 好 看看这个 有没有看到 它一直跑到下面去了 所以你记得 你全校的地方 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要把它固定住的 F4把它用钱把它框住 OK 按确定 那么我就可以往下拉 好 你往下拉的结果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绿色一直在这个地方都不会变 来 8 绿色一直都不会变 因为它被我框住了 全校都被我框住了 它只有各班的名次 一直往下跑而已 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的基本 你看一下答案就是 第一名是9905 9905 OK 这个05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各班的事实不需要出现 不需要啊 所以等一下你叫框这边就好了 对吧 好 那你如果说 你不小心这个东西出现 你就白做了 那你说 那我把它删除好了 可以这样删除吗 你一删除这边又不见了 所以不可以这样删除啊 对不对 你就只好这个框起来 按复字啊 放到下面去 从21开始做也可以 好 选择性贴上 贴上值 不能贴上值哦 那贴上什么 格式 贴上 选择性贴上 贴上文字与格式 好 选择性贴上 公 值与数字格式 OK 按确定 那么我刚刚弄的东西都会在了 这样懂意思吗 好 接下来呢 字体要去做 对不对 这边可以做字体吗 这边好像不能做字体 是不是 好 那你就全部字中哦 那字体去那边再做了哦 好不好 然后上面呢 空一格嘛 那你这边 合并了 就可以打全年级的 合并 就可以打全年级三月份 倒退立统计表 然后空一个Enter 接下来就可以框过去到Word去做了 还需要我教吗 不用了哦 那么这一题我们就教完了哦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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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